如果真的要你很想要改變自己 想要變好 從醫美角度來講 簡老師我比較推薦的方向就是去參考忽必烈 那如果女生可以參考XXX的方向 仔細看韓國有非常多那種奇妙的整容的細節 它其實都是往富貴相的方式去做 例如雷射髮際線 那為什麼雷射髮際線 就是因為髮際線如果很平 代表這個人的事業會順 它沒有 在以前很流行啦 但是現在不太好 就是要柳條眉 就是彎彎的一條 那以前在早年台灣的時候很多這個阿姨啊 然後這個媽媽喜歡紋那個眉毛彎彎的 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現在來說其實那個眉是爛桃花的眉毛 所以一般來說我非常推薦一個整容範本 大家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 就是往忽必烈的方向去做 那忽必烈就是一個富貴之項 就是說它的臉很方圓 然後眉毛離眼睛很遠 眼睛很秀長 然後整個人的這個臉的飽滿程度很高 那這個就是屬於一個好的面向 那放到現代來看 其實比較長的有點像就是唐鳳 那唐鳳的面向也是屬於很富貴的 那如果你在說 可是老師我是女生阿 如果我像忽必烈一樣我怕會嫁不出去 但其實你把這個臉再縮小一點來看的話 其實它就有點像周冬雨 所以你看周冬雨就很富貴嘛 很早年就發達了 一般來說紋眉會有不同的眉型 那要注意的是一般我們比較推薦的眉型是那種平眉 就是不要太有殺傷力的眉型是比較好的 因為絕大部分現在生活節奏很快 所以你如果又聞了一個看起來很銳利的眉毛 有人覺得那樣很帥 可是其實它會降低你的貴人運 因為很多人會不敢靠近你 他會覺得你很銳利 那如果你聞平眉看起來比較友善的時候 那大家就比較願意幫你 第二個是聞眉這件事情 有一種眉喔 在以前很流行啦 但是現在不太好 就叫柳條眉 就是彎彎的一條 那以前在早年台灣的時候 很多這個阿姨阿 然後這個媽媽 喜歡聞那個眉毛彎彎的 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現在來說 其實那個眉是爛桃花的眉毛 所以不太建議大家聞那個柳條眉 但如果你是天生柳條眉 你想要降低你的爛桃花 那當然你可以把眉型弄成平眉 會是比較好的 把臉變圓 然後把眼睛變小 眼睛越小越好 對 所以很多女生他說 老師我爛桃花真的多到我已經受不了了 我身上也把臉變圓 他說我不想 我說那以後帶眼睛上班 就讓眼睛看起來很小 都不要化眼妝 所以如果你把眼睛弄小 然後帶個眼鏡 然後如果本來你就桃花很旺 那你可能是從十個變兩個 那你也比較好選好不好 對啊 你不容易被另外八個人 八個衝動的吸引走 如果真的要 你很想要改變自己 想要變好 從意味的角度來講 簡老師我比較推薦的方向 就是去參考忽必烈 那如果女生可以參考周東宇的方向 去往這個方向做 因為在整個面相學的邏輯裡面 要飽滿有氣勢 就是屬於好的 那所以不管你要開財運 你要開桃花桂園運 其實把臉變圓 都是一個比較正桃花和正圓 尋找的一個方向 你仔細看韓國有非常多那種 奇妙的整容的細節 它其實都是往富桂巷的方式去做 例如雷射髮際線 那為什麼雷射髮際線 就是因為髮際線如果很平 代表這個人的事業會順 它代表是額頭飽滿 和家世良好的一個狀態 所以才會有雷射髮際線 讓你的臉看起來更圓滿這個原因 但是其實大家仔細反思喔 真正造成你人生很大的困境 都是你內心的陰影 例如說你從小就不自信 你整完容其實你也很難很自信 因為自信這件事情其實 不是外在的 是從小堆積出來的肯定 你如果短暫別人覺得你好看的時候 你其實那個自信心不足 你做很多事還是不會成功 要提前財運最大的關鍵就是 第一個我們財運有分賺錢跟留財 但是不管是你要賺錢或是留財 都是把臉變圓是最好的 就是你臉一圓喔 你發現你貴人運就好 那你貴人運一好起來 你其實就有財運嘛 我們講這個人脈就是錢脈 所以你的人緣是很重要的 我們每一根整容喔 在短期來說是可以改變你的命運的 為什麼這樣講 原因是因為 你的命運是你的內在的想法 和外在人對你的觀感嘛 去交叉而成的 所以當你去整完容以後 你是樣子不一樣 別人看你的觀感不一樣 你命運跌去會不同 短期很有效 長期很有限 詞曲臨的 心中 鏡下 鍾